近年来癌症已经成为台湾人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中摄护腺癌是男性十大离开排行的第五名 但是传统手术方式伤口大 复原时间长 还会有血尿的后遗症 最近一届就研发出一种技术海浮刀 唯创标靶 可缩短手术的时程 而且几乎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让摄护腺癌的治疗方式有了新选择 近年来国人饮食习惯高油高糖离开几率年年攀升 其中摄护腺癌又要居男性十大癌症第五名 日前一名男子因长期尿失禁 入院检查后 竟发现是罹患摄护腺癌 最近一年头 去密尿科检查 有脂肪检查 关系有严症 目前最新研发一种海浮刀尾创标靶治疗 以高能量的超音波传值人体内 利用高温将癌细胞消除 和传统方式比一比 传统方式线治疗手术费用 较便宜 治疗范围较大 适合离癌后期采用 但常会有血尿 以及功能障碍的后遗症 所以许多民众迟迟不敢接受治疗 新的海浮刀治疗 手术时间缩短很多 大约只要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完成 而且几乎没有后遗症 只不过因为没有健保补助 费用会比传统手术高了许多 以前要开大大要承受 各种手术麻醉的风险 那么这个海浮刀的 新式的无创的手术 病患在麻醉苏醒之后 也没有特别感觉不适 那么很快的在当日或隔日 就可以出院 海浮刀对许多摄护腺癌患者而言 虽然费用较昂贵 但这样新技术 可以将民众最担心的 后遗症问题秉除 对患者来说还是一大福音 UDNTV蔡宗如 陈建良 新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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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 新北市婆 新北市报道 谷佛 Violet 新北市 Passmore 王阿建争 新北市早前的 植物 新北市交众 成全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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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新北市资设计 新北市